大家好,我是小杜 一直以来西方媒体总是对中国有着落后、不发达等印象 然而随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急速发展 中国在这种落后印象中迅速变得强大而富有 短短几十年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最能说明贸易量的海运来举例 根据上港集团发布的数据 2018全年我国上海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为1842万标箱 反观美国2018年所有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2160万标箱 也就是说仅仅中国上海洋山港一个港口 其吞吐量就达到了整个美国所有港口的85% 而这个上海洋山港也因为其庞大吞吐量超越了位于荷兰的路特丹港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 英国主持人盖伊·马丁为了正式关于中国作为港口运输大国的描述 亲自来到了我国 想要一睹这个新进世界第一大港的方融 当马丁抵达阳山港打开车门 从高处往下看阳山港全景的那一刻 这位英国主持人就不淡定了 马丁看到处处运作的机器 密密麻麻一望无际集装箱在此处等待着运往远方 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卸货于此 通过我国铁路网迷散到四海八方 同时中国将这户一带大量制造业成品通过小阳山港出货轮驶向世界 如果不是亲临于此很难感受到这种震撼 马丁痴迷地站住了 同时激动地流下泪水说道 我们英国最大的港口占地13平方英里 但是在这里 在中国 他居然看到了一个占地1400平方英里的港口 足足是英国最大港口的107倍 震撼马丁的不仅仅阳山港庞大的规模 而是整个码头几乎空无一人 除了机器还是机器 颇有一些未来机械朋克的感觉 集装箱的调运输送全部采用无人化操作 不仅安全性数大大提升 产业效率也提高了两倍不止 在各个轨道雕下方 连运输每一个集装箱的车辆都是无人驾驶的 望眼看去 整个码头到处都是无人车 在日夜不停运作 这种科幻般的场景 再一次震得英国小哥目瞪口袋 出到阳山港 看到这种庞大的工业力量 被震撼到的不仅仅是盖伊马丁 国际港口协会会长皮特斯·特鲁伊斯 先后三次来到阳山港 他感叹道 我走过世界上所有大港 也见过一些建在海岛的港口 但像依托阳山这样的孤岛 在离大陆如此远的地方 建如此规模大的现代化港口 殊为罕见 今非昔比 如今中国沿海经济带 作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 大量的货物贸易额诞生于此 从北到南 我国港口链承担着运载世界的任务 还有蔓延至内陆 乃至欧洲 中亚 东南亚 等铁路网公路网 这些基建设施 为我国货物进出口 货物中转 等提供无限契机 感谢收看领导军舞 下期见 拜拜 拜拜